似乎現在,有些烏克蘭的偵察兵已經開始工作 是否為了反攻做準備呢? 所以現在這個時刻,其實是令人相當心跳的事情 在網上,例如Twitter那類 很多人都已經不停轉載了 轉載了,現在有些偵察兵似乎已經進入了 克爾松對岸,要渡過蒂劣百河 那個地方叫達池區 達池區,如果大家還有些印象 即是我們當時說了克爾松的反攻 達池也是當時在蒂劣百河 其中一個,例如卡霍夫卡那邊 新卡霍夫卡那邊 其中一個地點來的 那裡是渡河,過了那邊 可能會比較軟的那邊 亦會比較多些鬆軟的泥土 所以暫時似乎只是做一個偵察的行動 有個聲音說他們在那裡佔領了一部分土地 佔領了一部分土地 相信可能是作為一個據點 先做一個據點,做一個測試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即是在昨天的時間 整件事 4月22日 德里伯河的阻岸 或者有時簡單說 就是東西這樣看 屬於東岸 建立了一個陣地 暫時未太清楚 包括陣地 暫時規模有多大 接下來在那裡 會放多少人在那裡 如果意圖就未清楚 包括大家都常說 究竟是在做一個欺騙 做一個洋攻 一個有敵的情況 還是真的打下去呢 這個就未太清楚 如果有其他軍事的blogger 即是來自俄羅斯 他們亦有些照片 就說 瓦克蘭軍隊 奧拉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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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在赫耳松 西南地的地方 附近 瓦克蘭軍隊 已經在奧拉斯基 這些地方 建立了陣地 然後他們再推進 去到高速公路 一條叫E97 高速公路上面 這些地方就建立了一個 又未去到橋頭堡的前線陣地 另外剛才我們說到 俄羅斯的軍隊 其實因為我們說到 之前阿傑松 大家對附近的地區 都有些認識 包括那裡有一條 叫做安東諾夫斯基大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安東諾夫斯基大橋附近 之前被古克蘭用 凱瑪斯打到希巴蘭 大家都記得 但是理論上 打完之後 那條橋能否修復 都未必不可以 當然要一些時間 但是你見到 由11月到現在 都說到接近半年時間 很可能有修復到一定程度的情況 所以安東諾夫斯基大橋 是否用得回 是有機會用得回的 除非俄羅斯咬著這條橋 不斷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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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相信 一直見到 並不是這麼多 這些小數 所以俄羅斯的部隊 如果沒有辦法 像之前那樣 控制得到 過河那3、4條橋 其中一條最主要 就是這條 安東諾夫斯基大橋 如果他們沒有辦法 控制到這條橋樑 其實對烏克蘭 在那裡通過的物資 部隊 後勤 甚至前線的部隊 是有少少麻煩的 附近要控制這條橋 理論上附近也有兩條河 附近也有這個島嶼 方便駐軍在附近 用火炮掩蓋 覆蓋這些位置 但是現在一些報道說到 之前也有聲音說 大概兩、三日前 烏克蘭軍隊已經在 赫耳松的東岸 即我們平常說的左岸 地方已經住宅了幾個星期 就是為了做一個前線的偵察 以及主要在這裏駐紮 多點觀察 以及試試可不可以建立一個 更加穩定的補給線 講起這場戰爭 其實補給線是十分重的 因為我們說過 這場戰爭 其實某程度上 沒有什麼空戰的成分 如果你說缺乏空戰的成分之後 其實你說中間還有什麼很重要 就是 例如彈藥的補給 彈藥的補給 可以令你在陸地 互相砲兵 互相互轟的情況下 會繼續支持 因為在這場戰爭中 大家觀察到 俄羅斯和烏克蘭 都是以砲兵的戰術 走先的 很有趣 如果你說兩邊 用火炮互轟 開初的時候 俄羅斯有絕對的優勢 他們的火炮是十比一 現在看上去 俄羅斯的彈藥都開始短缺 烏克蘭這邊 暫時有筆弱頂著 所以火力的對抗 已經去到1比3至1比4 所以火力上 其實沒有大變動 不過對方削減之後 令火力之前的1比10 甚至1比10幾 慢慢縮到1比3至1比4 事實上 這個形勢比較好 如果對反攻來說 會更加有利 炮火的比例會更少 也看到俄羅斯 其實烏冬的地區 例如我們說到 他們現在主力攻擊 就是格拉西莫夫說的 烏冬地區 三條線 包括巴赫武 包括阿富特夫卡 以及維力達 但是現在這三個主力攻擊的地點 你都不夠炮火用 而炮火已經要開始配給 配給 配給亦是俄羅斯的國防部隊最多 接著到華納部隊 華納部隊 華納部隊 老闆普利哥俊 經常投訴 喂 不夠蛋 大佬 不夠東西 沒得搞 我們人就死 沒有貨交 這樣搞不好 所以俄羅斯國防部 要給蛋 如果你想想 烏冬地區都搞成這樣 你覺得烏南這邊 純粹已經不是重點區域 完全淪為一個 少少在後面的部隊 在這個情況下 你又覺得他有什麼可能 可以有更多火炮 那些彈藥的補給 所以在這裏建立了補給線 如果對方不太出力地用火炮攻擊 會對華納部隊 是有利的 以及在這裏駐紮 建立了穩定的補給線 亦會在這個地方 我相信會頻頻向前出擊 而似乎俄羅斯在烏南地區 例如在蒂利伯河左岸 他們的軍事存在不太足夠 他們似乎未能安保 赫爾從事西南面 尤其是在靠近 蒂利伯河那邊的島嶼 例如一些Delta 我們經常說 三國洲的地方 似乎不夠火力覆蓋 另外俄羅斯的炮兵 似乎不夠資源 所以他們的火力很小 變成如果不足夠火力 你對著華納部隊 你真的一點優勢都沒有 我們多次強調 俄羅斯作戰的鹹養很低 所以他們最能夠掩飾到戰術和戰略的失敗 就是靠火炮一直打 打到你都沒有空 如果你說現在火炮速度 炮兵的開火速度都這麼慢 就令到烏克蘭軍隊有機可乘 趁機就在這裏 第八項的東岸就開始登陸 我相信之前有傳出 在烏南地區有很多防禦公司已經建設 包括掘戰豪 建造一個龍牙頂住一排 建造一些防波堤、土堤頂住 其實都是比較簡單的防禦工具 但如果你遇上來的 烏克蘭包括他們有裝甲部隊 以及這裏工程車的部隊在進駐 其實開路都不成為問題 其實這些障礙都只是一口笑 心理保障上會好一點 而且如果你見到 我們說之前是奧拉斯卡 或者是新卡霍夫卡 剛剛就是在沿岸位建設的防禦公司 其實都沒有什麼意思 而且你放在這裏 都預算是沒有什麼人在看守 沒有人在看守做調配 這些防禦公司被打爆 其實不是兩三個星期 隨時是兩三天的事 而很多在蒂列百豪那邊的Delta 一些三鵬州 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槓桿點 防禦都沒有人做 明顯就是俄羅斯不夠人 不夠資源不夠炮 幾樣東西都不夠 所以現在這一刻 有時候我們都這樣想 你說烏克蘭的知不知道呢 其實在烏南地區 俄羅斯的知不就是這樣 不會不知道的 一定是知道的 但問題就是 你要怎樣去取捨 去攻擊哪個point 如果你說去打 即我們說 克爾松這個位 其實 道理上有沒有有好處呢 我這樣說 道理上是有好處的 一個地區 如果是克爾松那邊 去作出攻擊 他有好處的地方 因為克爾松始終 對克里米亞來說 位置是最近的 即是大家看地圖 黑爾松在藍色地區 推下去 然後再推 根本就已經去到克里米亞 所以如果你去攻擊 即我們說 你去攻擊 這個地區絕對是最快 可以到達到克里米亞半島 然後對它發動新一輪的攻擊 這個一定是最好處的 這個就是我們說 如果你去直接攻擊 克里松 以及克里松這些地區 都算是整個攻勢的側契 你打下去的時候 其實就好像蛇打七吋一樣 他對方的防禦 而防禦一定是薄弱一點 他不是最硬的位置 例如盧金斯克和聶茨克 所以如果你去攻擊 克里松這些地方 我們稱為側契 其實是會比較安全的 因為如果你去攻擊 例如羅金斯克 羅金斯克 羅金斯克難很多 如果你再去攻擊其他 例如你去攻擊 羅金斯克裡面的前線 例如Kramina Swarthov 打完之後再攻擊 雙子城 例如北斷尼茨克 或者西昌斯克 就難打很多 但某程度上 某程度上 那邊的林木比較多 所以一些裝甲部隊 都難得推進 難得推進 地形上 不是平坦地形 但是如果用客戶 例如美國那些 70噸的鎮溫 有沒有優勢 都要考慮一下 但是你問 反而 克里松這邊就不同 開闊很多 如果過河後 會開闊一些 地形上 也不容易 不過對坦拉車來說 怎樣都比過河 或者要穿森林 怎樣都好些 所以客戶從地區發動進攻 除了對哈里米亞來說 最短線 都是好事 不過當然 本身要怎樣去控制 穿過帝尼伯河 是最困難的 穿過帝尼伯河 穿過帝尼伯河之後 去到彼岸建立的據點 又是要小心防禦 尤其是一些防空系統的架設 是必須的 否則對方 不斷攻擊你的時候 你就真是相當麻煩 所以防空武器 是必須的 但是對烏克蘭而一 最尷尬 其中一個就是 他的防空武器 真的不足夠 你還要分析防空武器 放在前線反攻 說真的 如果你要擺放 就要看你怎樣看 將它擺放在基庫 擺放在奧德薩 等大城市 是沒有後費的 但是如果你要駁一鋪 你應該把這些防空武器 保持著 部隊的前進 附近大本營的安全 再不是 再駁一鋪 你唯有使用 暖程的防空系統 即是一輛車 跟著部隊 再進行防空 也沒有說不行 你也可以選擇 這些形式 去做一個 部隊上的防空情況 所以你說 克爾松這一刻 我相信 都還未是大型的進攻 現在都是試探式 尤其是快些偵襲兵 做了先 你說會不會有機會 又來引誘俄羅斯 將部隊的事情 調來調去的情況之下 趁你病 拿你命 因為孫子兵法也有說 以日代勞 在戰術上一定是最好 如果我的兵力不夠你 我應該要將部隊的調去調去 所以烏克蘭戰爭 你是能體現到孫子兵法的精神 如果你說在用兵的層次來說 烏克蘭用兵的層次真的高一點 當然你說用兵的層次來計 是否純粹是烏克蘭的想法 還是美國後面的參謀部長 有建議給他們 這些就無從得知 但是我們看到在 克爾松這地點 希望他們可以加油 他們前線的偵察 行動來計都是危險的 所以希望他們都可以穩穩陣陣 政策兵這邊 不要這麼快有太大的選號 建立更多的據點 之後就嘗試一起苛城 可以盡快建立到穩定橋頭堡 過到重裝備 然後可以一邊推 那邊一推 其實很有機會很快速 就可以打到核電廠那邊 另一個就是梅尼托波爾這個重點的城市 如果打穿了梅尼托波爾這個城市 其實烏南地區 我覺得都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因為梅尼托波爾 其實在整個烏南地區來說 都可以算是一個核心地點 如果你打通了梅尼托波爾 基本上很多地區都是 大家看地圖 梅尼托波爾真的在鐵路線的位置中間 這些位置包括反攻克里米亞 亦十分理想 而後勤的攻擊 梅尼托波爾到時都會成為 烏克蘭軍隊在前市裏的部級中心 這是必備的了 亦都方便梅尼托波爾的地方 方便去反擊別爾光斯克 甚至乎將來要打到他 這個叫馬里烏波爾 亦都要靠這條線 所以打克爾松州 怎麼算也有數 最難的就是要過河 所以現在要覺出其謀 過得河真是神仙的 任何以後